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都和他一段时间经历很多 所以我都 这个是一个very good timing 多谢大家 多谢我 是什么时候求婚日 如果是计算时间来说就是年头的 会不会是因为想快点做爸爸 所以这个时候也是适合要结婚 都有这个方向的 如果可以做爸爸真的很开心 是一件很美好的一件事 会努力 会努力 谢谢 谢谢 有没有这段时间给自己逃一逃结婚 没有 没得逃了 都继续开剧 去到七月 这段时间就专注工作先 跟着就一有时间 其实你说安排这个 即是未来的结婚 都用了很多时间 很多拼牌 铺牌 那一团分钟时间就跟大家说 Tony和梁诺妍在社交平台宣布喜讯 并撰文写上结婚感受 Tony还很甜蜜地说 好在有你紧握我手 我希望一世都有你在身旁 追到你是我的侥幸 取到你是我的福气 而梁诺妍就表示 二人下半身手牵手继续一起跑下去 继续跑去世界每个角落真的很闪 梁诺妍更透露Tony的求婚过程又感人又搞笑 原来是因为当天Tony拍摄完后 回到家里就进入厕所布置了很久 期间梁诺妍想要进厕所 Tony还跟着他进去 当梁诺妍开了厕所门之后 就发现Tony的求婚布置 还有一部摄像机正在拍摄 不过最搞笑的就是 当Tony拿出戒指的时候 梁诺妍因为太急 所以要上完厕所才能回答yes 而他们早前就拍好的婚纱照更是相当有创意 由于两人都很喜欢运动 所以他们的衣服就以便服为主 最搞笑的一张就是Tony以白T恤配领结 背起梁诺妍 而另一张是以登山装做造型 两人手牵手在湖边的照片就显得很温馨 Tony入行后传过不少绯闻 一路以来的情史都受到大家关注 他和唐诗勇因为合作聚集 再得有情人而在2014年拍拖 公开恋情之后 也曾经以情侣当姿态出席活动 Tony在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5上 破班飞跃进部男议员奖时 更是由施勇亲自颁奖给他 两人更大方在台上深情拥抱 爱得相当甜蜜 可惜在2017年 两人突然宣布和平分手 不过他们再见还是朋友 一直维持友好关系 直到2018年底 Tony和model兼健身教练 梁诺言因跑步结缘 之后发展成情侣 感情稳定的两人 拍拖一年多就同居试婚 更一起领养牧羊犬coco 两人不时带爱犬上街 边遛狗边拍拖非常温馨 在去年年底 Tony被曝已经向女友求婚成功 当时Tony否认求婚 不过就透露有计划结婚 而梁诺言就大方回应 表示随时有机会闪婚 又说不介意奉子成婚 两人终于宣布婚讯 大家都很记他们开心 好的 为什么 我终于报上 我们的主席 警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